十次考察结出的硕果 2021年中电舰采购华士达钢管防腐生产建计时 于西输水工程覆盖重庆市长江以北 嘉陵江徐江以西区域新建输水管道448公里 口径达到2600毫米年供水量达10亿立方米 汇集人口近1000万如此重要的水费源配置工程 对于承担建设任务的重庆中电舰木桥 集团有限公司来说一确责任重大 而输水工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当然是输水管道了 但满足既能生产FY2600毫米防腐钢管 又能符合饮用水标准的知名品牌制造商 在全国也只有7家而且都在华北和东北地区 距离重庆陆幅遥远运输成本难以接受 为此他们决定自己上DN600DN2600钢管命外 还养防腐生产线设备自己生产防腐钢管 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能入围的专业设备 制造商没有几家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何采购一套能制造高质量的输水管道设备 成为了当务之急 所以从4月下旬开始 中电舰木桥开启了对青岛华士达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的考察之路 一条好的钢管内外还养防腐生产线设备 不仅需要解决好生产速度问题 也需要解决好内外除锈还养粉末喷浮问题 当生产速度达到每小时24米时 一根FY2600毫米长12米的钢管接近20吨 如何确保其运转自如传动稳定 抛完时的速度和风量除尘和回收完杀的能力 喷腔的喷浮速度和均匀度 经过3TE处理后的防腐效果等等指标都考验着 生产线和生产线制造厂家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对华士达的十次考察中 中电键落桥深深感受到了华士达 不仅有专业的技术而且有敬业的态度 在考察华士达的同时 他们也对华士达的成功案例进行了走访考察 如他们先后走访了长沙天卓河北双欧 都迎胜利油田都是华士达的客户 从他们对华士达的评价中 感受到华士达不仅生产线设备做得好 而且收购服务跟得上 是一家有品牌影响力的行业力军企业 选择与这样的企业合作是完全可以放心的